嘿,哈喽大佬,我是成田 好了,终于我们迎来了10万粉丝 真的是来之不易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 对我的支持 多谢各位观众老爷们 那么也是趁着这个机会 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最近不拍短视频的原因 还有一个点就是 很想跟大家静下心来聊一下 为什么现在网络科技这么的发达 信息这么的超前 信息这么的多 让大家在互联网上面 学电吉他还是学不会 那么有空的朋友们 就可以听一下我的一些个人观点 听我唠叨一下吧 其实在一般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来做自己的自媒体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 刚好是短视频起飞的一个小风口吧 因为当时有很多平台 它只支持什么15秒 或者比较短吧 这样子的一个视频的时长 其实我起步拍东西的时候 大家去考古一下 其实我很多视频都是在一个4到5分钟 或者10分钟到12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长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理解 其实要讲清楚一个观点的话 4到10分钟已经是时间算是比较少的了 能在那个时长里面讲明白已经非常不容易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的视频时长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长度的 那么那时候也有很多关心我的朋友们 就真的是身边的朋友们还是网友们 那么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来找我聊天 就是聊关于这个时长的问题 他们给出的建议都是比较统一性的 我们先画个重点 在那个时刻大家给出的意见还是蛮统一的 就是说现在拍这么长时间的视频呢 其实是没有人看的 那么如果你想涨粉的话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把时长控制在三分钟之内啊 两分钟之内啊 最好就是在一分钟之内 那么其实我个人在那个时候来讲 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比较郁闷的 我先说第一个点吧 第一个点就是其实你想一下一个知识点 我们讲是这么八经的知识对吧 我们学吉他的知识对吧 讲个推弦讲个柔弦 怎么可能在一分钟里面讲得清楚呢 对吧 一分钟你只能展示 你不能去讲明白对吧 十分钟能把这个技术要点讲完 或者讲得比较清晰都已经算得很难了 就更不要讲什么15秒30秒 那种只能是炫某一个技术而已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把这个时长控制了很短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一两分钟是不可能讲得明白 所以四分钟到十分钟 还可以相对讲得清晰一点点 这是我第一个个人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也不能说不舒服 只能说是比较神奇的事情嘛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也有可能你们在那个时刻 也有在拍视频 你们也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朋友 就像我刚刚所说一样 我现实中的朋友 还有一些网友们 他们都给出了同样的建议 现在是短视频的风口 你们必须要拍一些短的 才能留住观众这样子 你们觉得神奇吗 就是其实他不是一个视频的创作者 但是他却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我个人当时都觉得 其实你不是一个视频创作者 但你能讲出这样的话 究竟是谁在告诉你这个观点呢 一个是风口 一个是时长一定要短 究竟是谁在传输着这个概念给你们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讲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就是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 在那个时候 无论是哪一个媒体 发出来的消息都是这样子的 现在自媒体的时代来了 短视频的机会来了 这个风口来了 大家一定要去拍短视频 你才能留住你的观众 现在大家都不爱看长的东西 都要看短的东西了 对吧 是不是在那个时刻 你们的手机都会收到 类似这样的一些推送的信息 对吧 那么就是我个人的推测 就是有很多 不是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 他如果这个信息 一旦去洗你的脑 一旦不断在看的时候 可能在他自己的意思里面 他也认为 现在就是要看短的 我不管你教怎么样 你就必须要弄短的才可以 现在是风口 你想获得成功 你就必须要短 甚至可能给了一些 本来很想学情的人 也给了这样的心理暗示 跟洗脑 教育行业也可以短 对吧 什么东西都应该短 这个也应该短 那个应该短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是作者 我们是很明白的 这个短是不行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不是一个作者 只能说通过外部信息来判断当下的时事 可能他们说短的时候 大家也默认了短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的这样的宣传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 就大部分人可能刷到视频的时候 一看那个时长只要超过一分钟 只要超过三十秒 三分钟以上我都不看 直接滑走 我要选一些简短的东西来看 但我们现在先从这里猜一句来问一句 短真的能让你学到东西吗 而且最可悲的就是在当时的各种平台 他们都会有跟我们这种创作者来聊天 就是你们也要根据我们公司的调性来拍视频 竖屏啊 是不是要竖屏拍啊 然后还要时长要短啊 这样子啊 其实他们也不会太管你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但我们也可以不听平台讲 就是我管你这么多 我就拍我自己的内容就OK了 但其实他当时也给了一些这样的回馈给我们 这就是真实的事情来的 他就会在后台告诉我 他说如果你能按照我的要求来拍的话 那么你的视频 你们将会获得一些被推的可能性跟流量 所以对于我当时来讲 其实我们选择还是蛮难的 就是又要短 又要能把事情讲明白 毕竟我们是搞教学的 是不是 所以就会出现的一些 我个人现在回头看 就看到有一种 似不像的教学视频 就好像教了东西 但其实好像又没有教东西 只是时常会控制的相对 相对比较短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一路以来可能不是只有我 可能是搞这个行业的 大家都会比较纠结的 就是其实我明知道拍这种东西 你们是学不会的 可能我又要需要这个发展 我可能又要去迎合一下平台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中间去做这个平衡的时候 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得好 所以我做一个这样的定论吧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因为这样的事情学习不了 找不到你想知道的资讯 这个事情它不是单方面产生的 对不对 平台我觉得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责任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就是平台 它给大部分的看视频的朋友们做的一些 我要明明是洗脑 跟一些不好的信息的传导 还有对我们视频创作者的一些 关于一些小约束的一些原因在里面 是三方原因导致了大家在网上看似好像很多资源 但其实你们学不到东西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 在那个时候可能我选择的路就是 我稍微在一周里面多更一点点 因为我知道这个内容可能含金量不是太高 但是我又不能不拍对吧 我肯定要拍 但是我又知道可能你们能学到东西不会很多 那我也只能够是尽量多拍一点内容 多讲一点点 大家就多听多看 可能还会学到一点东西 那么我在当时我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就一开始我的起步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是我的所有教学都会有免费的普支 跟免费的伴奏 你看这个东西我是从来没有收过费的 就是大家来看我的视频 只要有普支有伴奏的 你们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就在那个时刻来讲 对我来讲 这是我自己个人做这个行业的最低的底线 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没有 我真的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什么东西都学不到 真的是那种学不到 就可能就听完就听完了 啥东西都没留下 那么当我发现了这一个学不到东西的这个事情存在以后了 我也有在做改良 其实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整个视频创作的一个时期来讲 其实是由相对比较长 然后到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周期 然后再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办法 我们每天这样子去整活 我们叫这个东西整活对吧 没有给大家创造利益 我们又没得到什么东西 然后大家又学习不到什么东西 最大的收益就是平台 那你说这个事情我们做来有什么用是吧 最大的收益人又不是我也不是你们 是平台 没有意思是吧 所以我又开始把我的那个视频的时长稍微又增加了一点点 就内容方面再多讲详细一点点 我觉得这样子对大家的学习呢是会更好的 因为我们的利益关系还是存在的 就是平台希望这一帮博主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他的时长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会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扶持 那么我们给观众传达的信息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知识点交给大家 所以这三方呢都是有互相的约束在里面的 我们要做一个平衡点 其实是蛮难的 那么这个平衡点被打破的时间是在于今年 就去年的年末 还有今年的年初 我就把这个平衡点完全全给打破了 我就不管这些所有的因素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态发展的太严重了 严重到什么地步 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信息 但你们却学不到东西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原因是不是 那么我个人也跟你们是一样的 我发现我想学的知识 我在各大的中文网站 我都找不到能解决我答案的视频都没有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 我很理解那些博主 为什么排出一些不痛不痒的视频 因为我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刻 我觉得很悲哀 很悲哀就是 我们是为了什么在做这个行业 我们真的只是为了平台在活着吗 我们为平台活着 但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有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一个顶流 我们也不是个大红大纸的人 我们还是服务着观众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都搜索不到 我自己想要的内容的时候 我讲一个更夸张一点东西 就是 我是个英文非常不好的人 我宁愿去看 国外老外讲解的视频 用机器来翻译 都能让我学到东西 但我在中文网站上面 却学习不到东西 我发现这个东西以后 我就给自己一个说法 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讲 这个短视频 它可能这个风头还没有结束 但在我的心里面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事情 我不能再做这种不痛不痒的东西 但我不是去抨击所有的博主都是做这种不痛不痒的视频 没办法 对吧 但我想从我自己先开始做起来就是 我不想再拍那种不痛不痒的视频 当然是大概率就十条视频可能有一两条是不痛不痒的 那八条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在今年我就把我的视频的方向 全都转成是长视频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更新的视频都是20分钟以上的 30分钟40分钟左右 我非常的希望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就想把我想讲的 我碰到的问题 或者我觉得你们都会碰到的问题 都在视频里面讲清楚 教会大家 那么可能观众现在对这个长视频的敏感度还不会太高 因为确实短视频是刷惯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们真的是想在网上去学这个吉他 学知识的话 这个长视频 我觉得大家是绕不开的 因为它毕竟要有这么长的时长 它才能把这个观点给讲明白 就以我这个讲delay的这一个视频来讲 如果不讲这么长的话 我不讲那么详细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云里雾里的 你们听懂我意思吗 你们还是没搞懂这个什么model的delay怎么用 这个立体声的delay怎么用 对不对 可能只是大家现在对这个东西的需求不敏感而已 但是你要学习 你想在这个吉他演奏上面得到更大的进步 那你始终你是要不过这些技术技巧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知识 在那个时候你想去看 你想去查阅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都是铺天盖地的短视频 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 你看100个短视频 你也不会学到东西的 那倒不如来看一个正个八经的长视频 这个人能把这个观点讲得明白 这个技术能讲得明白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对大家的帮助力最大的了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所有人的思维 我只能说我决定了要这样做 所以我日后的所有视频只要是比较有技术型的 或者是一些我觉得需要去讲明白的 我可能都会以一个长视频或者是超长视频的一个模式来呈现给大家 我还是那句话 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在网上是可以把这个吉他学会的 我希望大家在互联网上面还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知识 而不是看完好像没有看过一样不痛不痒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叫学习 它就是一个娱乐 而且是被这种平台公司娱乐了咱们俩 你说对不对 好了拍这个视频也是有感而发 本来只是想拍一个简单的一个开箱的一个 奖牌的一个视频就算了 那想一下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我的心里话 就是我一直憋住的心里话 我也希望这个频道最后能留下来的都是同样价值观的朋友们 都是想学好吉他 都是想在网上学到知识的朋友 好了那么就聊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在日后可以继续支持我 也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陪伴 我是成天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